嗨大家好我是老银 欢迎收看本期的银子live 前段时间在给船做检查的时候 发现方向盘僵住了 无法转向 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主要是由于转向感的润滑剂太老了 之前几次都大力出了奇迹 这次直接把转向系统给拉崩了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给船换线控转向系统 很多时候你的方向盘会卡在上面下不来 这里有个小技巧 罗帽不要完全退出 退到顶部 用手臂和大腿 从方向盘的反面向外推的同时 用榔头敲击罗帽 就可以顺利取下方向盘 方向盘取下以后 你就可以把背面的舵机取下了 我这里由于转向线 没有办法完全退出舵机 所以直接把舵机打开了 想看看能不能找到问题所在 并没能明显地看出问题在哪里 本身之前也考虑过 把船上的转向系统更新一下 干脆这次就直接把线缆和舵机一起更新了 方向盘那端已经拆下来了 现在就要拆下连接船外机的那一端 需要把转向拉杆从转向杆上面脱开来 趁等会员 快弄 随后 你可以看到 海外 看到 海外 海外 空 海外 OK, Let's go 如果这里你有合适的金属感 建议直接从另外一头把整个转向杆敲出来 把tilt tube里面都清理一下 把新的转向线按照原来的路线走了一下 然后只需要轻轻的把转向杆推入就可以了 这整个过程非常容易,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把转向拉杆复位 船外机这一端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了 只需要再把方向盘那端连接上 就大功告成了 对,我会失败的热线 幸运的日子 唉,这都不错 OK, 酷 这应该是 我现在保持它 对, 酷 除了 方向盘逆时针旋转 舵机齿轮咬到转向线之后 会把线慢慢的拉进去 持续转动方向盘 直到听到咔哒的声音 插入金属针把线栏锁住 方向盘上一般有两个锁定的角度 在最后做微调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你到底需要哪一个位置 到这里给传唤线控转向系统 就完成了 欢迎关注订阅InzLive 祝大家玩得开心 注意安全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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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的续转向系统